今天啊 带大家看一下我的新仓库 Let's go 看满江山是不是又够了 又收拾出来不少闲置 上次在咸鱼上 10块钱一个的闲置品 好多人都没抢到 韩国在咸鱼上 还是10块 不过牛宝说 闲置不够 得请粉丝吃饭 我刚刚来河中 哪有粉丝啊 嗯 大姐 哇 这么多人 那这么多人的饭 也能比我上大招 20个人的饭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 唯有面能解决 杭州都看不到秋天的颜色 那今天就做个秋天色彩的面 我们吃面的关键 就是筋道 所以盐 蛋和水的比例 一定得掌握好 面揉到没干粉 不光滑也没事 压面积过几遍就行了 可这面片就很筋道了 那秋天的颜色 就用南瓜粉 南瓜分酱 加黄区粉 菠菜汁之类的 各和过面团 就能得到一组 秋天色彩的面团了 那全部加成面片 就能得到一副 秋天色彩的面片了 那面形 就选择最淘气的圆面吧 哇 它这面老有弹性了 筋道的面 必须得配好吃的卤 今天点的葱油面 必须得安排上 那令人厌念不忘的香味 一定不是 只有一种葱 炸葱油 肯定不能心急 变成秋天的落叶黄 就得赶紧捞了 葱油调味 我习惯用薄盐生抽 用糖提鲜 奶也是必须的 再煮开三分钟就好了 哇 这拌面得有多香 今天这么多人 一种卤当然不够 今天给他们做 番茄鸡蛋卤的身体版 哇 是个稀饱汤汁的蛋 绝了绝了 番茄炸蛋卤 搞定 炸酱卤是大人孩子都爱的了 第一道的炸酱 必须有炸的过程 哇 这个酱香味就飘出屏幕了 最后再安排一个咖喱汤 那这一炸卤就搞定了 我给没来的粉丝 也准备了惊喜 这些就是了 这十几个小家电 都是全新的 你看这个 我们的迷你的小烤箱 这个是她的姐姐 这个是一个烧水壶 你看这个空气炸锅 全透明的 有点舍不得 这个好好看啊 这边还有一个不透明的 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热水壶 这个是一个圆汁的炸汁机 然后这个是一个电热水壶 这是一个小蒸锅 这个太实用了 可以定时就不怕干锅 给蒸点这个小干粮太方便了 这是一个三四口的一个小电热包 我都打包到咸鱼上 每个东西十块 能不能瞧到 看你们收拾了 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 在咸鱼搜索 腊月小九 记得关注我的咸鱼号 我还会持续上架一些写之好物啊 你们平时有什么用不上的 也可以逛在咸鱼上 你赚点钱 那现在就收水煮面 加油 这个面煮过颜色有点浅了 三二一开场 别调了 别调了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不愧是超大逛 人人都有份 诶 这每个人的碗里啊 看着就都是一副秋天了 尝一下我做的面怎么样 续香 一次龙卷 他得干什么 这番茄好好吃啊 再度快速 我白来 看你吃的真的好吃 你怎么才来吃 收紧吗 所有人都在买头缩面 大概 再来一碗